为父的心所讲到的 不只是身为一个肉身的父亲而已 不只是身为一个肉身的父亲 你照顾 喂养 保护你的孩子 为父的心讲到的是一个父母 不管是属灵或是肉身的 当你自己在与神同行的旅程当中 经历得胜 而神是在永恒的里面 而当我与神一起得胜的时候 这个得胜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 圣经上说 大卫为所罗门预备了所有建殿的材料 他愁了建殿所需要一切的费用 来成全他的下一代 意思是说 大卫从来都没有看过他的梦想成就 他从来没有看过圣典 虽然这是在他的梦想的里面 他期待为神所做的 可是他这一生当中 从来都没有看过他的梦想成就 因为他是为着 他所永远看不到的那个世代而活 圣经在西伯来书第七章 第九到第十节那个地方说 并且可以这样说 连那收取十分之一的立位 也透过亚伯拉罕缴纳了十分之一 因为麦基喜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 立位还在他祖先的身体里面 这里透露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神说立位限十一给麦基喜德 但是其实立位还需要再过了三代才会出生 这都是因为亚伯拉罕 他撒肿在一个没有开始 也没有结束的人身上 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 他就撒肿在永恒的里面 而当他撒肿在永恒的里面 他传承了一个宝贵的产业 以至于他孩子的孩子的孩子 不会按着他们的行为被对待 而是按着亚伯拉罕 他所做的被对待 我渴望 神把这样子的眼光放在你的里面 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代好 不是只有我们现在这个地方这样的聚会 这样子享受神的同在 圣灵的工作就好 我们渴望看见 是的主 你的国要荣上加荣 在我们的下一个世代 在我们的下下一个世代的里面 我们看见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正在迷失 他们不认识这位神 他们的生命没有目的 没有目标 他们在世上的里面 神要兴起祂的教会 来为祂得着我们的下一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